各位网友, 大家好, 新春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一, 亦是 MIHK TV 复播的第一天 我在这里代表 MIHK TV 上下的员工 以及我们的主持人, 公足夺位 新春大吉, 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事事如衣, 心情平和 在现在面对全城的疫情的时候 更加大家都要冷静处理 千万不要疯狂地抢口罩或抢粮 做些不必要的事情 记住我们的矛头是临病悦娥的政府 是他们一切问题的祸端 我们一定要对准聚焦 针对政府, 要求政府封关 做一出一连串保护香港人 以及搞定口罩供应的数量 香港人只可以在抗疫的时间 共度时间, 攜手团结 在黑暗的时期走向光明 但是我们年初五的时间 亦出现了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 依靠我们最主要的 发放讯息的其中一个频道 就是我们的 MIHK YouTube 的第一台 这个在YouTube的频道 由以前我们的低族频道时期开始 到现在的 MIHK 都大大话话 有七、六、七年的时间 亦都聚了有二十六万人 堪称为香港网台里面 都几多人subscribe 都可以说是十大里面的 一个首位一指的网台 但是很可惜 因为一条有问题的影片 现在我们就被YouTube 整条的channel suspend了 除了我们少了我们的影响力 以及我们发布的影片 可以避免了我们的受众之外 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个 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一个YouTube的一个 下广告 配一些广告 我们发布上去 上载上去的一些短片里面 有赖你们不离不弃 看完所有的广告 我们收到多一些广告的收益 支持我们的一些营运 在全盛时期 因为我们在反送中运动之前 我们都起码可以去到八、九万 甚至至近六位数字的一些广告收益 随着现在的反送中运动 过去的六个月 我们的言论多数都是 通常都是针对政府 以及有很多真实的个案 一些针对性 批评一些社会上的废物的官员 因为这样我们受到的一些广告收益 亦都相计减少 亦都减少到一个都惨不忍倒的数字 现在再将这一条频道 suspend了 因为一条有问题的短片 即时suspend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除了影响了我们的广告收益 其实最令我心里最不舒服的 就是很少的coverage 可以带动给大家 因为有26万的subscriber 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覆盖面 亦都是今次的影响 减少了我们的影响力 不论是否受到一些打压 又或者youtube的跪低 又或者什么情况 我们先不想这一件事 凡事有危险 我们立刻要做出一些相对的应对 在现在的时候 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条影片 我们平时可以看到 我们的直播 和大家播放 8点到11点钟 或者8点到12点钟 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的直播的时间 同时之间 我们每一天的节目 我们的免费部分 亦都会上载到 MIHK的youtube的第二台 youtube的第二台 所以大家都可以集中 在这个频道里面 定时收到我们发放的短片 和我们的讯息 只要大家在youtube里面 search MIHK YouTube第二台 然后你即使看到我们的界面 大家应该会看到这条钟 在这里 希望大家准个点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立刻 담井 我们的议计人数 然后把哪些份预备 пока在每个新影片上载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收到了 又缘少将来的安全感 你们不想大整个竹鲜 都把所有鸡蛋élé avons到 我们这样单独为 亦都把我们的王牌節目 蜜之的美食家 鱷魚譚 和這個大丸有樂 在今天開始我們已經開了一個新的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上這個Youtube搜尋 MIHK.TV 蜜之的美食家 MIHK.TV 鱷魚譚 MIHK.TV 大丸有樂 我們會在這三條的頻道 陸陸續續會上載過往上載的片段 補充回去 變成一條獨立可以運作的頻道 大家也可以在這裏看我們以前的節目 以及收到一些更新的 我和總理除了是我們平常的節目之外 例如在職地美食家 除了每個星期一兩集 我們會看到總理的風采之外 怎樣去鬧盡這些食評 以及教導大家這個飲食的態度之外 他自己也可能會有一些轉變 可以上載上去 變成這個頻道 也會更加豐盛對面的內容 鱷魚譚 我們也會把一些不定期的 一些執勤的直播 也會放進去 大丸有樂 也會決定 除了一星期的三節 一個半小時的節目 我有一些節目會放上去 或者可能我全集費上去之後 過往在頭一百集的節目 我都會全部三節全費 上載上來這個頻道 我會陸陸續續 將一些節目 上載上去 讓大家可以在這三百多集的大丸有 裡面 在這個頻道裡面 了解香港的過去 了解香港的知識 了解香港的歷史 以及我們最受歡迎的大丸奇案 我們都會在這個頻道裡面發佈的 所以三條的頻道 也是好像以前那麼精彩 也有新進的一些 新加入的一些 風盛的內容 會在這個頻道裡面 可以跟大家去發佈 只要大家 記得 找回MIHK.TV 《系列的美食家》 MIHK.TV 《鱷魚談》 以及MIHK.TV的《大丸有樂》 訂閱了這些頻道 以及按一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定時發放的訊息了 我們現在需要大家 炸炸軟 這三條頻道 以及MIHK.TV的第二台 我都希望大家 立刻去訂閱了它 我需要每一條獨立的新的頻道 起碼要有1000人訂閱了 我才可以有一些廣告的收益 可以加得到下去 以及每一條頻道 要累積至少要超過5000的《鱷魚談》 我才可以 符合到做一個YouTube的Partner 所以我希望大家 支持MIHK的陸友記 啦啦啦 subscribe到三條頻道 而我會在星期間和星期一 定期回合一些影片上去 希望大家 幫我 浪費一下小鈴鐺的時間 欣賞一下我們的節目 欣賞一下我們的心機 讓三條頻道 都可以隨便 順利過了5000個《鱷魚談》 我們就可以馬上跟YouTube 去申請一個 YouTube Partner的合作模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頻道裡 加入一些廣告 收回一些節目的營運 但是這個月為止 一定會受到很嚴重的衝擊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頻道 收入的來源 就算是跌了也好 都是幾萬元的收入一個月 當然我們要面對一些 開支的營運 收入 人工 燈油火立 激烤的東西 在這時候 我希望大家要記住 如果想支持MIHK.TV 這個頻道 了解最真實的香港情況 聽到我們 無論是鱷魚 以及其他的手足 和哲牧主持人 最中狠的時局分析 吸收多些香港的文化 領略一些有趣的題材 希望大家不要輪式 你們除了可以幫我們 在眾籌方面之外 出了一張眾籌的圖 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大家都可以捐錢給我們 或者支持我們 繼續收益 其實我最希望的 就是128元 一個月的月費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以及最好的 不用煩了 就是訂閱我們一年的年費 1200元 所有節目 全部你都可以重溫得到 加上以前我們這麼多年的 裡面 很多一些精彩的節目 你都可以重溫 其實是非常之划 每日花的錢都不過6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多點訂閱 訂閱的地方 可以去以下這條頻道 鍵入去就可以找到這個網頁 就可以訂閱 亦可以打電話上來 3955-8673 3955-8673 以及WhatsApp去 9810-8874 了解這些訂閱的詳情 希望大家再說多一次 歡迎大家繼續眾籌 因為我們營運資金的計劃 以及真真正正的訂閱我們的年費 1200元 看完我們這麼多的節目 無論現在的一些新推出的節目 以及可以重溫過去幾年 我們精心炮製的一些 不同的題材 的一些娛樂 或者是時事的節目 希望大家支持 有見及此 因為大家都很多 在過去這段時間都支持我們 現在 只要大家 如果是眾籌的方面 支持我們 超過一百元 我立刻幫大家 開通一個月的月費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只要你用PayMe也好 用PayPal也好 或者是銀行入數也好 做完之後 傳回WhatsApp去 9810-8874 給你捐了錢的收條 或者一些Proof 然後留下你的姓名 和你的電話 和你的電郵 我們立刻幫你開通一個月的費用 一個月的重溫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月裡 了解一下 其實MIHKTV是非常好看的 大家會問 我只是在網上的Youtube 或者Facebook看過你的節目 那我應該如何重溫你的節目 去到www.mihk.tv 我們除了有網址 我們可以讓你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外 還有我們這個手機的Apps 無論是Android和iPhone 我們也可以下載這個MIHK.tv的Apps 在這個Apps裡面 除了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重溫的節目 希望大家支持 在這個難關裡面 有難大家共同攜手 好 齊上齊落 MIHK只可以安然度過 直至我們爭取回 我們拿回MIHK YouTube的第一台 不過我想我將來 這個有危有機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一些安排 希望更加可以廣闊我們的收益 以及更多的節目 可以安全一點 可以不怕任何的打壓 或者減低的風險 令到我們精心炮製的節目 可以流傳回到香港 讓我們所有的廣東話世界裡的人 隨時了解香港的情況和歷史 多謝大家支持